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umber 7 Watch 朱仔 今天星期六早上11點 朱仔已經拍了一段影片 但不知道為何剛才按錯鍵 就刪除了一段影片 重新拍過 現在已經12.9個字了 今天都比較忙 今早幾個錶迷上來了 這款是一款Cast Your Edifice 系列 這系列是做了一個 賽車主題的手錶 圍繞著一個賽車感 這個手錶挺特色的 朱仔推介手錶有幾個原則 朱仔的標迷都會知道 第一大原則就是性價比值高不高 性價比值高 我不論它是便宜的手錶 還是貴價的手錶 對於我來說 便宜至一百幾十 貴至一兩萬 我就沒有再上了 十萬八萬的手錶我就沒有了 我都會推介的 只要性價比值高 第二個原則 我欣賞的手錶 就是它不是什麼什麼自敬款為主 它最主要是有自己獨特個性 例如好像我手上這隻Cast Your Edifice 它第一大優點 就是用了這個 增加了炭纖和樹脂纖維混合的 懸掛臂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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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車架 因為它圍繞著賽車的主題 它採用了車架 碗屋的車架透視窿 這個錶腳位置做了懸掛臂式設計 而物料上面也採用了較輕身 人性較高的樹脂碳纖維 作為錶殼的中深層 這個就是我欣賞這隻錶的獨特個性 它擁有一個特別的流線感 車架的懸掛臂式的錶椅 這個錶殼令整個增加了它的獨特性 我覺得它是這隻手錶的第一大賣點 也是豬仔的审命眼光 除了性價比值 再加上獨特的個性設計 這隻錶還有第二個優點 剛才說的第一個優點 第二個優點就是 它是真正一隻賽車運動概念 而在實際用途上兼顧平衡的一隻手錶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它採用了analog加digital的顯示 在這個逆晶體顯示 就放在12點位置 用了清晰的數目字顯示 當你在做運動 或者你在玩賽車運動 甚至乎玩其他運動的時候 都可以很清晰看得到那個 時分和計時的功能 都可以在同一個版面上看完 這個就是兼顧到那個平衡 有時候有些手錶很美觀 但是它兼顧不到那個平衡 這個就是兼顧到的平衡 也是不失了外形 外形也是設計很美觀的 例如它用了一個金屬的不鏽鋼 拉絲花紋 突顯了整隻錶金屬感 雖然它中層用了樹枝和混合纖維 但是它的表面這個橘圈的位置 也做了拉絲 也突顯了金屬的不鏽鋼感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這個平衡運動感之餘 也不失了外觀 非常之好做得 第三大的賣點 這隻錶是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配合到這個藍牙連接手機功能 它有Bluetooth的藍牙連接手機功能 這個Bluetooth的藍牙連接手機功能 只要你連接了之後 你就可以保持到精準度 甚至乎有GMT 甚至乎有計時 都可以在手機和手錶上操作到 這個也是在實際用途上面 有一個很方便便利 真真正正配戴運動的手錶 好了 優點還有一個 就是它一鍵按一個按鈕 右下角這個按鈕 右邊分別有三個按鈕 中間就是setting的鈕 右下角就是藍牙連接 還有一個start corner的按鈕 這個按鈕就是一鍵可以連接到藍牙 我自己覺得比較方便 因為有些錶是非常複雜的才能連接到 這個一鍵按鈕就可以連接到 只要你下載了應對手機應用程式 一個按鈕就可以連接到藍牙 好了 這個就是它的賣點 它的缺點是什麼 它有最大的缺點 豬仔覺得就是 由於這隻錶做了一個貼地親民的價錢 因為這隻錶分很多級數 這個學營都 豬仔之前都介紹過 有些去到三四千元都有 但是這個錶就是因為行石英 所以三年左右就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這個就是它唯獨市的缺點 我自己覺得它比較弱一點的缺點 因為它要換電 就沒有 solar power 那麼方便 好了 但是一分前就幾分貨 這個已經是 好了 左邊的按鈕 這個左下角的按鈕 就是一個mode 這個mode 就是一個逆晶體顯示 上面就是有這個 這個 是的 一個逆晶體顯示 進入了計時模式 按start stop reset 是的 reset 然後再按一下 這個是一個 倒計時 現在是十分鐘倒計時的 可以最準設定到一百二十分鐘的倒計時 stop reset reset 就是中間 然後就是alarm 可以設定鬧鐘 但是豬仔很少 這個功能盤上 也有一個AL字 指著了 一個測速圈 其實豬仔很少在手錶上 教鬧鐘 因為通常我都是 用apps去連接 這個藍牙就會比較方便 教鬧鐘 那麼豬仔 你買這個錶的時候 豬仔和豬仔同事都會教你怎樣用 不需要擔心 好了 接著就是GMT兩地時區時間 這個就配合到真正用途 因為同一個版面上 看到兩地時區時間 不論你真的做運動 或你有親戚在外地 移民到外地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兩地時區時間 好了 接著回到第一個版面 11月25日 是的 也是很方便 好了 燈掣 右上角就是一個LED燈掣 除了燈之外 還有野光功能 我試一下野光照給大家看 它十分增加黑度 也有野光功能 野光功能也很棒 再加上配合燈掣 非常棒 還有一隻錶 除了懸掛鼻式的錶椅 錶殼之外 它還融入了運動概念 賽車概念 在錶盤上 你看到其次的格子紋 在計時的看路圈 也很棒 還有下半部分 也做了一個凹凸紋的沙面 凹凸紋的錶盤 分了兩個部分 增強整隻錶的趣味性 這隻錶就是配搭了黑色的不手鋼帶 樹脂混合纖維的錶殼 不手鋼的錶圈 這隻錶就是130克 不算太輕身也不太重身 我覺得合適的 作為一隻運動錶 不過錶帶方面 有愛有恨 就是它做了一個黑色的不手鋼帶 黑色離子電導 都耐用的 不過它因為做了一體化色的錶帶 本身是好處 好處就是很貼手 你戴的時候非常貼手 不會降開 但不好處就是 當你要換錶帶的時候 有問題 為什麼呢 就是你換錶帶的時候 最好換回原裝帶 因為有一個握位 比較難換 這個就是 到時要付出多些錢 CASIO的時候 真的要換錶帶 就要訂一條原裝帶 錶購方面 做了一個接接式的保險錶購 上面都是EDIFUS的Logo 雙Logo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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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按鍵打開保險鍵 做了黑色的薄橋 這個我比較欣賞 雖然是平價 它不是銀色的 也做了光身 拋光打磨 好了 看看錶帶 錶帶寫了什麼呢 日本機芯 中國組裝 不鏽鋼底蓋 十個巴的防水 游得水 然後 有EDIFUS的Logo 在中間做了拉絲花紋 是四顆螺絲系緣的錶帶 好搞笑 因為曾經有個錶迷說 豬仔我發現它的錶好像發霉 放了一晚 炭了冷氣 它說這裡的黑色 好像有些霉裙 就不是發霉 其實它是炭纖的混合纖維 它是有些紋露的 它不是塑膠 所以就不是實黑色 有些紋的 它本身是有些紋的 就不是發霉 它去到48mm 47.5mm的錶徑 厚度是13.1mm 脫脫就去到52mm 但是因為很貼手的關係 完全不漏爆 運動錶來說 我覺得它的尺寸很帥 還有它很有自己的個性 我覺得這個手錶是 我試試戴上去14.8cm的手腕 這裡很貼手 這個位置也很型格 我相信就算你自認很多手錶的錶迷 你未必有一隻那麼獨特的 懸掛筆式設計的手錶 好了 這隻錶就是豬仔推介 它的建議零售價是1480元 豬仔推介928元 原裝行貨有說明書保養證盒 有收據做一年保養 這隻錶很順 我告訴你非常棒 因為它完全大佩戴之後 除了它有一個運動感之外 它來用 配合了抗脈水晶玻璃錶面 游得水 GMT時間 燈 鬧鐘計時 藍牙 就是要換電池 最主要我覺得這隻錶 就是配戴之後 除了舒適之外 還可以凸顯個人的品味 因為一隻手錶 可以反映到個人的性格 甚至乎內心 所以我覺得這隻錶 完全可以配合到有品味的你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可以WhatsApp給我 可以打給我 也可以 豬仔手上有兩隻現貨 下星期三四度有多四隻 總共六隻 喜歡的就WhatsApp我 不要猶豫 心動不如行動 928元一個超值的價錢 留意一會就可能沒有了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讚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未訂過頻道 記得按下鐘點訂閱 這隻Castle Edithus